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这个车需要保养了 上一次保养是在4A店里面做的 但是现在我的车已经出保了 所以我就不打算再从4A店保养 上一次在4A店保养的时候用的是这个机油 是一个本田原厂的 它属于一个半合成机油 那么既然这一次我也不打算在4A店保养了 也就不打算再用这个机油了 所以我就自己找了一款这样的机油 它是一个美国牌子 它是属于一个全合成的 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自己在修理厂保养的时候 一个大气的流程 希望大家看完之后能够避免被坑 其实在外边修理厂保养 和在4A店里面保养工序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都是首先先放机油 放干净之后再换机油滤芯 然后把设计下来换上新的机油 然后把设计下来换上新的机油 换完机油之后呢 先找路车运转一段时间 然后再去看这个机油尺 这样看的机油量呢 才是比较准确的 下一步呢就是检查空气滤芯了 像我这个呢就已经非常脏了 所以呢需要更换新的 如果你在检查的时候 发现空气滤芯不是很脏 那么你可以继续使用一段时间 最后呢就是检查空调滤芯 同样还是看一下它是不是脏了 像我这个呢就已经需要更换了 在我们这个车5到6万公里之前呢 基本上都算是小保养 那么小保养呢就是换这些东西 如果你在4A店或者修理厂保养的时候 看到他们给你换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那么你一定要问清楚 为什么要换防止被坑 这次保养呢这个机油大约是不到400块钱 然后加上机油滤芯 空调滤芯 空气滤芯 再加上公司费一共是100多 也就是说这次总共的保养费用呢 大约是500多块钱 但是我上一次在4A店保养呢用的是这个机油 花了大约700多块钱 这个机油它的保养周期呢是5000公里 而我今天用的那个机油呢 官方宣称能到1万5 但是我觉得1万公里就差不多了 那么这样来看 如果我想用这个机油跑1万公里的话 那么我需要保养两次 也就是说我需要再花700多 这个差价大家看明白了吗 那么大家在保养的时候是选择去4A店呢 还是选择到外面修理厂呢 欢迎在我们评论区讨论一下